这个村子叫新三战 黑龙江那小山村 一山崩崩的 这边写的是 这个桥建造的世界是1997年建的桥 30多年了快 这个小山村到夏天前更漂亮了 沙上鱼绿了 河两岸都花了炒了 冰都花开了到时候就 夏天前水也没有这么浑浊 上面还有小凉亭 那个小三宝井还有小凉亭 都是油漆板 油漆板路 这边都有中木耳的 每个村座都有中木耳的 黑龙江吉林这边的木耳 这个种植发展的比较好 你看我们辽宁中木耳的就比较少 比我们村座好看 这叫村座 我们村座没有这个村座好看 一百多户啊 那有啊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往那里头走 往那里头走 下去就是牡丹江 牡丹江的那个属于分支呗 叫 有没有那个乡村爱情里头那种感觉啊 这小村就有那种瞎啥那种感觉 河南河北就是前围着后围着 然后他俩是一个围着 一个围着 就是河分支嘛 哦 这边也是小围着 也是小围着 下车 下车 上车 大爷那个 晚处就是塞爆米杏着呢 到时塞出来了 那大地流着就烧火了 都忙浓活了 现在 这都给晾上呗 是不到时 都晾上烧火了 这不晾不行 太湿了 太湿了 烧不了 又下雨又下雪 那你打完爆米就都给它进站这里就好了 再不拿大塑料给它盖上 就没有那什么 你就不用晾了 整着飞着二边四 现在都是村村都是晾爆米瓣的 现在 各大道都村 哪个村子都有晾着爆米瓣的 现在晾得满大道都是 晾得满大道都是 也就是没法扔 也就是没法扔 就得晾 年年都得晾 就得晾 我们那边就是爆米打完 我们那边都有爆米站着 直接打完爆米了 这个爆米瓣的直接都进爆米楼里了 省着晾了嘛 就 来回也不用晾了 要飞二边四还得 那天哪个地啊 那边地少 那边地多 那边二三四亩地是多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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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一压 几厂地几厂地 几厂地 是不 你看 那边地多的二十多亩 地少的三五五亩 爆米打个三万斤两万斤的 好整 一压就两个小爆米长的 就够了 那边粮食价格和这边一样吗 那边贵 那边 现在掉价了 也能卖到一块一毛多钱呢 嗯 你这边黑龙酱粮食没有这么贵 是不 那进去头一会儿 卖多钱 你卖多钱一门 我卖啥 我还不中地了 那给你家孩子卖多钱 孩子 一块几 一块钱一块四 一码那可没手卖 嗯 今天爆米价是历史最高了 但是现在 现在掉价了 现在 那个 豆子不大行事 嗯 豆子不行事 倒着倒着也掉价了 现在倒着 嗯 走了下去了 下去收货也得 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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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